周九十九小時白忙一場 陳腿女友下山是假的 他聲稱他叫他同學女友 推一下這個民間的這個山谷 就因為47歲張姓男子 這句話 南投彰化景霄出動上百人 來到南投民間松柏林山區 不停來回搜尋 要將被害人55歲 陳姓女子從山谷下救上來 下去是垂直的峭壁 然後一百多米的時候 到一個環坡 然後再下去的話 還看不到底說 將近三百多米左右 由於地勢陡峭 消防隊員必須吊掛垂降 冒著生命危險和時間賽跑 要盡快找到墜骨的陳姓女子 但沒想到就在這時傳出消息 陳姓女子人就在討魂 活得好好的 實在有個誇張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原來張姓男子 三十日晚間到警局自首 聲稱女友欠他三百萬不還 他將女友栽到民間山區 兩人發生口角後 將女友推下山谷 警方連夜派出上百名警銷搜救 總計劃費19小時 今天中午還帶他重返現場 確認地點 但沒想到這一切都是假的 對於張嫻謊報的行為 警方定一碗就半了 警方初不了解他們並沒有財務糾紛 是陳姓女子要分手 對方死缠爛打 他才神隱四個月 張姓男子為了找女友 意向天開 謊稱將人推入山谷 雖然女友找到了 但現在他也因為謊報 累壞了上百名警銷 浪費社會資源被依法辦理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